常見的形態 剃刀模式 Nawson Awesome Wars Awesome 我們今天又幹嘛呢? 來 各位 我們今天來介紹 騎士的武裝 跟一個新的強化形態好不好 而且我講這個騎士 不是這麼好看 但是他的造型跟他所有的設計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之優 所以我答案今天就一口氣拿出來 跟大家介紹一下好不好 我們今天是來介紹我們的 再加上 五臟魂 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五臟魂的入手方法的話 如果你撇除掉SG跟GP 就是核玩跟轉戰系列之外 你就必須購買這個組合套包 眼槍劍的組合套包 才可以入手我們的五臟魂 官方會玩 他這玩意其實設計得非常非常優 因為他這把劍 單隻單玩就有四個功能 再配合腰帶 還可以發生必殺技 你們是有買Ghosto這個腰帶的話 非常非常非常強烈推薦 大家一定要購買我們的眼槍劍好不好 由於我們也發生一樣的狀況 我沒有盒子 抱歉好不好 盒子都被我丟了 所以我們的網上抓圖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盒子的話 基本上就是屬於比較現代的一個 假面騎士的一個商品 就是完全不外露 然後後面的話 有一個眼槍劍的一個立揮 再附帶一個小小的一個五臟魂 所以講到他外額之後呢 我們今天當然是要試玩一下這個好不好 我知道你們最期待 所以我們現在來介紹我們的 WUZO TAMASHI 好不好 哇 我這次很用心啊 我還特別準備了這個模型啊 這個模型我當時一看之後 我跟你講直接愛上 所以我收了一整套好不好 有時間我再幫他開箱下來 一共有15個英靈嘛 然後我15個英靈全部都收到 然後跟15個眼魂擺在一起 齁齁齁齁齁齁齁 所以我們今天講那麼多 我們現在講一下我們的五臟魂 跟我們的這個五臟人偶好了 他這個WUZO TAMASHI的這個眼魂啊 基本上他這邊記住的靈魂就是 公本五臟靈魂 所以呢 他在這邊就是有設計一個小小的雙刀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覺得他最可愛的地方是 他這邊背部後面這邊 有設計一個小小的髮技 然後他髮技的話是用刀子所塑成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酷的好不好 武將那種語致的感覺的一個設計 我覺得算是非常蠻不錯 就算是一個小小的公仔 啊有機會的話 我們在便宜魂系列 可能會幫大家介紹一下好不好 然後呢今天最主要是要介紹這個 五臟魂的這個眼魂 我買的這個版本是DX版本 如果分辨DX跟SG還有GP 最主要點就是這個 他的貼紙 他的貼紙的話 一定是採用這種亮亮的貼紙的一個設計 只要是亮亮貼紙的通常都是DX版本 DX跟SG的差異就是說 這個非常非常好按 像這樣有沒有 輕輕一按 他就會轉一個面 而且五臟魂的編號的話 是我們的01 然後呢我們再按第二下 這邊就會切到五臟魂的臉 因為五臟魂本身是雙刀嘛 所以他的臉的話 才用兩把刀做一個設計 我也覺得非常好看 然後第三下 就是五臟魂的一個必殺技 而且他必殺技的話 跟之前那個武魂不一樣 他是採用一個雙刀的一個設計 然後再DX 好 這樣就切換回去了 所以到時候 他這個一共按的話 是有四個可以按 然後他本身設計 要採用一個紅色的一個設計 好啦 所以我們講完這個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馬上進行一個變身 他這個聲光效果 是做的真的很足耶 再加上五臟魂 他本身是紅色作為主體嘛 所以他眼睛散發出來的光芒 全部改得紅色 我覺得這個點算是蠻酷的好不好 我非常喜歡 我們再看你順便聽聽他的音效 中間的話眼睛變成Usochi的那個臉 你會發現 就是GOSO他那個臉就印在這上面 所以我覺得算是蠻酷的 音效方面我們剛才聽的 他們將弦樂器的那種音調增加比較多 就是增加那種流浪武士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 與原本的武魂的風格是比較不一樣的 這個的話一樣可以發音必打擊 我們來測試給大家看 好 幾乎這個音調 他這必殺技法是一樣採用那種五彩兵分 聲光效盡一個設計 然後我們再來開一下他的特殊必殺 差不多這就是我們武藏的變身 跟武藏的兩個必殺技的一個玩法 所以呢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竟然有武藏魂 那絕對不能少我們的 GANGANG SABER 沒錯好不好 這一把劍對於武藏魂來說 真的太太太重要 那我們現在稍微教一下這個的玩法 這個的話就是我們的一個 GANGANG SABER GANGANG SABER的話 這個現在是基本模式叫做常見型態 本身是屬於DX類商品 所以它是有搭載的一個光的效果 它光效的情況是存在 好 這邊 這樣 這邊光這邊 因為常見模式本身是比較屬於 我魂型態愛用的一個武器 所以 它這邊 常住的光芒都是以橘色為主 有沒有 可以這樣 其實這把劍 然後我的臉跟它比較 你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這把劍雖然做的有點短 真的短很多 但是它整眼的厚度我覺得算是不錯的 握起來算是蠻有份量的 因為它是眼槍鍵嘛 所以這邊是有個GOSO的一個標誌 然後並且握把這邊採用一個橘色的設計 到時候這是GOSO的一個專武 因為它都要眼槍鍵了嘛 所以我們要來用第二個型態 槍型態 這邊按鈕把它按著 按一下後面這個 然後變這樣一個狀態 這樣就變成一半的槍了 然後呢這樣子 欸 有啊 這樣就變成我們的槍型態 欸 有啊 欸它這個是有兩個音效 再給大家聽一次 這第一個音效 第二個音效 所以它是這兩個音效 進一個輪迴 欸 其他這個光效 我真的是覺得做的還不錯 這個型態是黃色的燈 它愛使用的一個能力啊 所以基本上你在劇動的時候 很常看到搭配這個槍來做個使用 第三個型態 才是我要講的好不好 雙刀 把這個這樣壓回來 然後呢把這個拔出 然後這個尾端的部分 欸 有啊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就變成我們的 五手錫愛用的 雙刀型態 喔 五戰魂愛用的雙刀型態 它就等於說可以分離出一把 跟這把劍原本大一樣長度的一把劍 這樣就變 五手錫 就是它這邊是另一把刀啊 是並沒有搭載任何的聲光效果 這要大家注意一下 它所有的光效果 還是必須靠主體的這一把 來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就一下 好的 猙科 我的第一下聲音的話是 лай卡 兩下 有嗎 有沒有 Serve 然後第二下就要是喊一下而已 這樣 好帥喔 這樣我就是要搭這把才好玩 最後一個模式 剃刀 好不好 剃刀的話就屬於那種比較長的一把劍 把這個對著回來 變成這樣的狀態之後呢 然後這樣 這樣就變成我們的 剃刀模式 變成這樣的時候其實非常非常長 比較一下有沒有 我我覺得分量好像是蠻足的 我覺得還不錯 還行 來啊 聽一下聲音 好像藍色的一個設計 嗯 還不錯 所以大概一共是這四個模式 嗯 其實還不錯 所以這一把劍可以玩到四種 我個人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尤其是我們的 What's up 雙刀模式好不好 STAR BASTER 我們要教大家 這個是有感應必殺可以玩的 來 因為我們現在是武藏形態嘛 然後呢這個 眼睛這邊 來啊 眼睛這邊 好 好 有沒有啊 Ghost的東西都做得跟鬼一樣好不好 他們連武器都做得感應系統 其實我覺得那是非常棒 讓他玩起來更有深度一些 所以基本上他在劇中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劍上就會冒火 然後這樣 然後這樣 我們的 SRASH SRASH O 很爽耶 那我換其他摩測必殺技 我… 海岸… 俺… Let's go…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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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岸… ガ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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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オメガブレイク… ガ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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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ガ 快樂 所以我買一次把四種必殺前玩給大家看 我個人感覺其實玩起來滿爽的 他這一麻鍵就四種模式 四種必殺技 而且每個型台各有兩個攻擊音效 我覺得算是非常非常優秀的一把劍 誠意滿滿啦 而且還附五戰魂 所以呢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們有喜歡 其實這把劍是滿值得推 而且這把劍的價格也不貴 好不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一個講述騎士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大家訂閱分享 每週每週五我們下次見 掰掰